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评论孟晚舟事件提问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释放孟晚舟 确保她安全回国 美加在孟晚舟事件上所作所为 才是任意拘禁公民 两国滥用双边引路条约 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 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 各国对其做法都应该警惕 防止掉入美国的陷阱 我们再次敦促加美 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场 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确保她平安地回到中国